台湾疫苗短缺 为了又不浪费疫苗 指挥中心也开放 让民众预约残剂施打 民进党主席特助洪耀南 则是在脸书放发文 可以把残剂改名叫做 永春疫苗比较好听 因为有些人也认为 永春疫苗跟台语念起来 就是永春有剩下的意思 听起来好像很认同 但是更多人认为 现在执政党买不到疫苗就算了 竟然还把永春疫苗 拿来开玩笑 一点都不好笑 花联民众跑百米 强打疫苗残剂 结果不慎跌倒重摔在地 这一幕可见残剂真的很强手 民进党主席特助洪耀南 在脸书发文 所有长辈私讯建议 应该把残剂证明叫做永春疫苗 因为永春用台语念起来 就是永春用剩的意思 我觉得很像是 很像是 对啊 跟你的知识说 其实可以改叫永春疫苗 比较好听是不是 对啊 我觉得残剂比较好听 因为永春好像是那种 剩余的没有人要的 出狱的那种感觉 所以还是残剂比较好听 不是叶师傅的永春 而是用盛的疫苗残剂 这样的说法 国民党北市议员罗志强 也曾提出过 不过看着民众 辛苦强打残剂 潜心为市长朱立伦看不下去 痛批永春疫苗的说法不恰当 那这些蔡政府的官员不只不知检讨 还在嘲笑民众是打永春疫苗 这样的说法是非常冷血 非常傲慢的做法 我们希望这些蔡政府的高官 不要再喷政治的口水 赶快让民众打到疫苗 才是民众最关心的事情 疫苗残剂是否改名叫做永春疫苗 见仁见智 不管叫什么名字 民众最关心的还是疫苗数量够不够 什么时候才能施打 才是重中之重 记住了 凌晨剑又一大台播报道